第389集 垂天之意 兰陵山后山之主 不时传来一阵阵沉闷的声响 让人觉得心生恐怖 老板 你想干啥 白相的心里有不好的预感 急忙向着远方跑去 完了完了 老板肯定是要耍赖了 白相觉得腿肚子都在抽筋 北风一旦动用权力之下 只需要几招就可以把自己打趴下了 给你松松筋骨而已 北风快笑着 快速向着白相靠近 一脸的不怀好意 还说你不记仇 分明就是想要揍回来 白相苦着一张脸 速度很快 快速向着远方头也不回地跑去 北风笑了 白相这伙还是脑子不灵光 这顿揍是肯定哀定了 北风足以于暴丹舞者 对抗的一身气血 只是动用普通先天后气的实力 消耗微乎其微 也就是说 北风一直可以保持在全身的状态 而白相却不可以 白相头也不回地发足狂奔 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北风 憨厚的脸上闪过了一抹笑意 嗯 这祸的脑子突然变灵光了 北风看着高达五星级的精神力 一直笼罩着的方圆一百多米的风吹草动 白相的举动并没有逃脱北风的注意 天解 凌晨 地剑 凡天 白相看着北风距离自己不足十米远 突然爆起 随着白相的大吼 北风头顶上空 突然出现了十几柄 如同云雾凝结而成的利剑 散发着惊人的锋芒 而这还没有完 地面一根根的利剑也瞬间地爆发 完全由土石凝结而成 充满了大地的厚重 以北风为中心 方圆十米化作了一处剑池 北风的脸上露出笑意 还真是给了自己一个惊喜 换作是普通的假单舞者 十之八九都会在这一招之下陨落 而北风就像是完全没有看见 眼前的危机一般 任由两道攻击冲向了自己 垂天之意 北风低沉的声音响起 一对巨大的翅膀 猛然从北风的背后出现 翅膀呈现出来有黑色 一层羽毛 如同最坚固的合金打造 在阳光之下闪烁着寒光 这一对翅膀 不停向下飘落着 黑色如同神经一般的羽毛 地面出现了一道道深深的裂缝 在白象两道攻击到来之前 两道巨大的羽翼合拢在了一起 把北风整个人都包裹在了其中 叮叮叮 一道道无坚不摧的利剑 与垂天之意碰撞在了一起 爆发出了点点炙热的火星 天见凌晨 通体洁白 剑身有着一道道云温在流淌 如天意不可测 地剑天崩 厚重无风 但却是堂堂正正 以利压人 咫咫 一道的剑尖 划过垂天之意的表面 带起了一阵刺耳的声音 但是剑尖 终究没能打破北风的防护 顺着羽翼划过 刺入地面 在地上留下了一个个小小的口子 利剑刺入地面之后 没有任何异象传来 但却是攻击力高度凝结 穿刺力惊人 看着地面露出了一个个小孔 但是义柄柄利剑 却是不知道刺入地下有多少米 当义柄柄的利剑 重剑无风 蕴含着惊人的力量在其中 义柄柄剑击打在垂天之意上 让垂天之意破碎了大片的羽毛 这垂天之意的防御力还不错 一旦我爆发出权力 这垂天之意的防御力 比我本体的防御 有过止而无不及 北风默默用精神力 笼罩八方 看着如同乌龟壳一般的羽翼 也是惊喜不已 这一时 正是鹰形拳中的绝招 可攻可守 烈天机 北风的翅膀猛的一阵 一股强大的力量从翅膀之中传了出来 一柄柄的利剑直接被震荡出去了好几米 随后北风大吼 如同震落星辰 垂天之意化作了两柄天刀 速度快到极致 瞬间斩在被震飞的利剑之中 叮 一片片火花闪烁 坚硬无比的利剑 被垂天之意化作的天刀 齐齐斩断 砰 不要打脸 一道道惨叫声传来 十分钟以后 白像一脸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 忧愿地看着北风 如同被抛弃的小媳妇一般 别这样看着我 我是不会负责的 北风受不了 一个身高两米多的大老爷们 对自己露出这样的眼神 顿时握了握手掌 让指甲发出了一阵报名 白像 你虽然很强 但是还远远不够强大 因你的年龄来说 这点成就不算什么 我也是一样 世界太小 但是宇宙却很大 北风沉默了一下 缓缓地开口 又想到了自己进入过的那个世界 天地灵气无比充沛 各种珍稀的奇花玉草 如同大白菜一般 那里的人 就算是不通武道 一成年 却也相当于 横练先天了 其中的佼佼者 更是成年 就是报单舞者 更别说那些修行武道的人 强大到恐怖 不过话说回来 我貌似在那里 还有一个便宜媳妇呢 北风陷入回忆 白像却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自己这点成就 真的不算什么 老头子在自己离去之时 说自己是这一派 数千年来 在这个年龄段最差的一个 而一位先天舞者 此时却到了 蓝陵山别墅中 浑身笼罩着黑袍 浑身如同残影一般地 在丛林之中闪烁 蓝陵山外有着 数十位精锐的保卫守护 但却没有发现这个人 三头犬抽了抽鼻子 一声大吼 已经是先天中气的三头犬 鼻子灵敏无比 隔着上千米距离 就闻到了生人的气息 当下庞大的身子 瞬间消失不见 下一刻三头犬的身子 就出现在 穿着黑袍的先天舞者前方 溜着眼睛 齐齐地盯着这一位不速来客 完了 这山中 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妖兽呢 谭笑一动不动 背后冒出了大颗大颗的冷汗 这头妖兽很强 最起码以自己 先天中气巅峰的修为 却是感知到了强烈的危机 一个不好就会死 蠢狗叫上啥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就在谭笑想着 怎么脱身的时候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一个浑身穿着 赤红色衣衫的女子 从上方走了下来 看着硕大的三头犬 不满地说道 小丫头 你在嚷嚷 信不信本犬吃了你 一道声音 直接在悬疑的脑海中响起 让悬疑的脸色一僵 听着三头犬这狠辣的语气 悬疑害怕了 这狗的实力有多强 悬疑可是明白的 所谓恶人还须恶人魔 此时在三头犬的威胁之下 悬疑也不敢多说什么话 生怕刺激到了三头犬 三头犬是北风养大的 而自己呢 也是跟了北风好些年 可以说 真要是自己被三头犬干掉了 三头犬顶多受些惩罚 你是何人 悬疑啊 可谓是一肚子的火 本来昨天晚上 修行的一晚上 真是困的时候 被这三头犬的一嗓子 给震醒了 偏偏又打不过三头犬 事宜 对眼前这个人 悬疑可就没有什么好脸色了 如果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悬疑绝对会把这个人当作出气筒